乃魚問台智光 不要再問了 他就是想轉移焦點 他就在轉移焦點 他本身就在轉移焦點 所以你還一直問 你一直問他就沒辦法轉移焦點 原來盧的是我 對嘛他說別人轉移焦點 他自己就在轉移焦點 所以沒關係 我來回答阿伯一些問題 因為阿伯最近研究量子力學 剛好我覺得我跟他之間 有量子力學上的關係 你們量子糾纏了 量子糾纏 我們心靈上在量子糾纏 所以知阿伯者與宣言 好不好 還有奶魚也 我來回答你的問題 你說北四科這個不用查 要講之前要先跟你講什麼問題 來第一個 我們北四科 原本最先得標的廠商是誰 就星光金嘛 對不對 星光金標到了哪裡 T17 T18 總共一萬一千坪 那一萬一千坪的標到的 我們講地上的權力金多少錢 四十四億元 那怎麼會那麼奇怪 隔了一個月之後 換到金人寶集團 標到他上面的T16 各位 十七 十六 十八 那個你自己去比對一下 全部都在同一塊地幕 還有他們的容積率完全一樣 只差了兩千坪喔 一個一萬三 一個一萬一 一萬一是十七 十八 加起來一萬一 T16是一萬三 就金人寶集團的 那奶魚 你知道當中價差差多少錢嗎 三十六億元 對啊 問題一 你要 客人只要問題 我送問題給你 為什麼差三十六億元 差一個月容積獎率一樣 完全一樣的產品耶 為什麼 你是穿出大小眼 還是一個月通貨膨脹 突然哪裡發生戰爭 我不知道 有這個可能嗎 再來第二件事情嘛 你說問題我來講給你聽嘛 問題是什麼 金人寶當初是三階段審查 有資格標對不對 然後有價格標 但是他有多一個喔 書面計畫標 就是說你今天標到這個地上拳 五十年你要拿來做什麼用 你要怎麼營利嘛 他要知道這件事情嘛 那請問一下 星光金有沒有這個標 沒有 星光金只有資格標跟價格標 所有內行的都知道 資格標 你知道資格標幹嘛的嗎 綁標用的嘛 我先 我開標之前 我先審查你的資格 那請問資格認定是誰說的算 柯文哲說的算 黃三三說的算嘛 所以柯文哲這問題二 好不好 為什麼人家要書面計畫 你不用 黃三三自己在臉書 你有沒有看到他第一天 這個本來地上全標售 就不一定要有書面計畫 那你回答我嘛 為什麼驚人保要你不用嘛 這差一個月而已嘛 第三件事情就好了啦 對價關係 星光金金不是隨便的人耶 當時在標售的時候 即便他還不是你的副總統人選 請問吳欣穎那時候身分是什麼 不分區啊 立委 對 不分區立委嘛 不管是他到底就任了沒有 因為他就任的時間比較短 他已經在那邊stand by啦 他已經在你的名單裡面了嘛 他是你的不分區人選嘛 後來又作為你的副總統嘛 那請問一下吳欣穎在這個過程當中 包括吳欣穎 包括星光金 包括相關人等 有沒有任何一個有關人士捐給你政治獻金 難於只要有捐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就叫對價關係 哇 所以三個問題送你啊 柯文哲好了啦 趕快啦 三個問題給你啦 趕快回答啦 不要在那邊散展奪奪了 對嘛 就回答你啊 你要問題我就送給你問題啊 所以柯文哲根本沒有辦法回答這三個問題嘛 所以他才會一直叫說 叫你去查台字光 他也不敢說你去查金華層 不行 那個也不行 那個先不要 不要啦 就才字光就好了啦 陳聰文不會講的啦 躺在那邊躺在那邊躺在那邊 對不對 你柯文哲現在這個策略是這樣嗎 那我問喔 他為什麼現在對於這個案子 如此的閃閃躲躲 其實乃宇你要回推到最早 我們講 北檢的那個事情 請問一下以前柯文哲的個性 比如說他要去應訓 他應該會怎麼做 他大明大放嘛 而且放上頭嘛 大家知道嘛 我柯文哲要去台 這為什麼 他需要媒體嘛 需要流量嘛 那請問很奇怪 然後去北檢的事情 那是在現場的社會記者看到 很低調 然後趕快拍 就政治線沒有人知道 這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請問柯文哲去之前 有沒有人先去了 有 陳志涵是不是媒體有寫啊 對 一個禮拜前就先去了 對 所以代表這個案子 啟動已久了嘛 乃宇說我跟妳講 就大家看懂了嘛 我先前是不是曾經預告過 各位 乃宇你還記得嗎 我說柯文哲去賣療幹嘛 避風頭 避風頭 這是不是正確答案 我跟他有量子糾纏嘛 我就知道他在想什麼嘛 所以各位 你如果有跑過 因為我最近也才當證人而已 你當證人 你一個月前就會跟你講 他不會說臨時 一個禮拜跟你講 因為他要通知你 去還有錢可以領 所以有證人費 然後證人他會提前告知你 而且他因為 我們講 他這個是偵察庭 偵察庭就是說 今天檢察官在上面 不是法官 他會把自己要列的證人 全部排好 排好之後 他就一個一個問 但我請問一下 今天余金堡這個案子 他的被告是誰 不然你要有證人要有被告 沒有被告 到目前為止沒有被告 乃宇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等證人轉被告 不是 余金堡這個犯案的主體 只有兩個嘛 一個就是余金堡 一個就是柯文哲 兩個在喬兩億美金 除非你要講說余金堡的上限 那個叫案外案 真正有對價關係 對不對 有涉及到選罷法一律的 就是柯文哲跟余金堡 所以我問一下 為什麼柯文哲進到北檢的時候 表情如此凝重 當然凝重啊 因為他照今天來 如果弄一個不好 出去之後就可能變被告 他就領不到證人費啊 那你知道為什麼 他堅持要去領那個證人費嗎 他跟你講 我沒有沒有 我還沒有轉被告 我是證人 我證人了 我泰然自落 我沒有躲在桌子底下 故作姿態 你說柯文哲內心怕不怕 我跟各位講絕對很怕 他如果不怕 因為一個月前 他就收到傳票對不對 他才會躲到賣療去 所以我跟各位講 他在賣療的那一段期間 他手上可能就已經有傳票了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你仔細看柯文哲 這一陣子變化很奇怪 在賣療的時候呢 你問他內閣 他講不講 他說我不講 你問他反滲透吧 他講不講 他不講 他以前最愛講什麼 什麼事情 不關他的事 他都要講 你看原本他講養寶針對不對 寶寶 那時候我們是不是寶寶還來 我們還在討論這件事情 你知道後來柯文哲怎麼樣嗎 那個問梁寶振 他也不講 他也不講 這個已經無關痛癢也不講 都不講 他現在就是什麼都不講 因為理由很簡單 今天這個已經有槍口對著他了 所以阿伯又在招勞了 他招勞了 他不是騎腳踏車 也不是路跑 是跑路 對 他很清楚 現在有人槍口對著他了 那這個槍口是誰 就不用我再講了吧 你柯文哲自己心裡也知道 各位你要知道有一個重點 檢查系統 什麼時候要開始調派 五六月要調派 五六要調派什麼 檢查長 主任檢察官 要升的升 要調的調 那請問一下乃宇 如果你今天是檢察官 你看到手上突然天上掉下一個 大禮物 掉下柯文哲案子 你辦不辦 我絕對辦嘛 我辦到他起訴我 我絕對升官嘛 我怎麼不辦 對不對 而且藍綠都給我拍拍手嘛 沒有人會反對嘛 國民黨立委都給我掌聲 我怎麼不辦 當然辦啊 所以各位 余金堡這個案子 是史上最無聊的案子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那個就是很單純的政治口水 大家會說你柯文哲 這樣是被告 那開玩笑而已 就是講講而已 但是這個東西竟然讓他變真的 那我就問 請問一下台治光的案子 請問一下北市科的案子 請問來金華城案子 低於余果菜的案子 北流的案子 我都數不完了 十大案隨便任君挑選 跟走進百貨公司一樣 隨便柯文哲列表 有沒有一大堆 要起訴的都可以 那請問一下 他最後會不會有一條真的中 當然會真的中啊 所以你仔細看 現在黃珊珊也好 黃國昌也好 他們態度很微妙嘛 黃珊珊是不是臉書有發文 但黃珊珊臉書發文 那個叫什麼 自清嘛 所以黃珊珊臉書發文 反而凸顯出一件事情 自己跟北市科這個案子 也有關聯性 對不對 他跟這個案子也有關聯性 趕快澄清一下 他替誰澄清 替自己 替自己 乃魚聰明了 你跟柯文哲也有量子 量子糾纏了 就是黃珊根本沒有想要管 這件事情 他就是切 那你看黃國昌 仔細看 現在是不是整個立法院 都有他的主導 那柯文哲為什麼不介入 他不敢 為什麼 因為黃國昌現在所有的角度 都變成小籃了 都跟他變附水組織 他變復仇者聯盟的 什麼奇異博士 所以奇異博士 他都 他在講 那個黃國昌的 那些都他做的 搞不然 搞不然 算他的小 那我就問 柯文哲現在得面 到一個最大的麻煩 那請問一下 如果真的起訴之後 他要怎麼辦 高文哲起訴的處分是什麼 停權 那柯文哲 他是黨主席怎麼辦 這才是重點 哇 國昌老師做夢都要笑了 這才是重點嘛 柯文哲直播只有兩千人 黃國昌一萬八千人 誰不叫我資格當黨主席 哇 我支持黃國昌 擔任民眾黨黨主席 我在那邊公開宣示 對不對 所以你仔細看 今天講話安市政府 那是最後一拳 為什麼講最後一拳 因為今天 李四川跑出來講說 欸 你這個叫大小眼 李四川故意用比較草根的話講 大小眼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兩個是沒有統一標準的 是差別待遇的 而且還講說你那紅糖 喝酒用那麼便宜的價格 去標給人家 我跟各位講 他有一個大毛泥 原本北市府他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你不能低於市價的三成 作為一個地上全招標金額 柯文哲把那個規定拔掉 所以才會這麼便宜 那我就問請問一下 這些東西零零總總加同起來 如果台北市政府 在這時候選擇表態 還有藍綠這個偵查小組 對不對 就施缸要加把勁而已啊 對 就施缸嘛 加把勁嘛 如果真的踹下去的話 我問你 柯文哲能活得下來嗎 很難講啦 所以柯文哲 阿伯 我跟你講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現在立法院也沒你的角色 對不對 你去那邊也沒人要拍你了 我跟你講你去個地方一定有 而且那個地方還有很知名的景點 叫做星光大道 你知道是哪裡嗎 你就常常跑法院 常常跑法院 跟高雄安一樣 跑法院 對 你跟高雄安一樣 你以後可以天天在法院受訪 而且這個舞台你是主角 沒有人跟你搶眉光燈 反正你說跑完法院 沒有東西去怎麼辦 沒關係 下一步土城磕搜索 好不好 你在那邊 我保證一堆記者 每天在外面等著你